发言人有什么特别要说明的吗 没有 因为目前都还在侦查当中 所以就不便说太多 身穿蓝色衬衫的民众党发言人戴宇文 快步走出调查局北极站 同样被检联约谈的 还有民众党秘书长周宇修 民众党还是众望基金会员工都有来 穿着白色衬衫戴着口罩 民众党秘书长周宇修说到 包含自己还有多位众望基金会的成员 都来接手约谈 那今天分进合集 也包括这个早上约谈的 这个前都华局的这个局长 然后还有包括借题的 彭振生前副市长跟朱雅虎等等 就不再传克文哲了 检调侦办精华存案 周五一早兵分两路 检方再度提讯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振生 还有目前整起案件 唯一认罪的前顶月开发董事长朱雅虎 如今克文哲身边多名亲信 也到北极站接受约谈 整起案件的侦办方向 似乎逐渐明朗 这个叫做剥洋葱式的办案手法 剥到哪里的 洋葱剥到洋葱头嘛 洋葱头是谁 就是周渔修嘛 头发像洋葱头一样 别忘记了 周渔修担任办公室主任 市长是办公室主任的时候 局子进去办公室 从金华存案爆发后 包括柯文哲 沈庆金 应小为等人 陆续遭到收押警戒 其中朱雅虎是唯一 坦诚犯刑的被告 但检方认为 金华存案涉及的 不法金额高达上百亿 朱雅虎坦诚的部分 仅仅210万元 被认为避重就轻 北院仍认为 他有灭证 串供之可能 因此仍裁定羁押 透过行贿者的认罪 来追查案件 往往是贪污案件 只侦查破口 法界人士认为 朱雅虎可能成为 整起案件的破口 对于金华存案 是否能有所突破 简便双方持续斗法中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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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讯